这支个股推介就是联想992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 简选原因就是内地近年 出口东盟、中东和俄罗斯等国家持续上升 其中电子等行业出口增长向好 竞争优势明显 股份留意联想 中信正劝说 个人电脑去库存进入微星 智能设备整体表现有望反弹 AI催化海内外算力设施持续投入 ChatGPT促进AI伺服器架市场规模扩用 推动基础设施业务维持较高增长 联想上年度的伺服器增长 2.5%去到3成 份额是全球第三 全储增长3倍以上 份额全球第五 卖宜公司服务收入战比有望不断提升 推动整体利润率持续改善 带动去年度的整体毛利率增到1.7% 根据彭博综合献商预测 联想2023年度盈利跌幅收窄到4% 2024年度重拾增长2成2 策略上联想走势较大市强 今年至今升超过3成4 昨晚收报8.63 可以等8.2左右买入 股价正是挑战前高位9元 突破之后再上网2021年初高位大约10元 先休息一会 稍后Andy回答大家的提问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